治疗疾病的目的 首先是保住生命 其次才是解除症状 而热能正是维持生命的主要因素 故生病时 与其外求医疗 通过手术、打针、吃药等方法 从过处理体伤 以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快速解除异常及疾病症状 不如内求保健 通过运动、调心、温补等方法 从因改善热能不足 以增强体力 如此不仅可自我疗愈疾病 还可延缓衰老增长寿命 再者 疾病不论是由他处体伤 或患处体伤所致 皆需使用保健之热源 综上所述 可见治疗疾病 保健比医疗更为简易 更为根本 更为重要 好 很清楚了 对不对 看得懂吗 我就不介意识 所以保健它竟然这么重要 你不会按推原始痛点也没关系 但一定要为怎么样 这些保健的妈妈一定要为 但很多人学原始点都是想怎么样 求手法 那个不是啊 那个是医疗当然很重要 我说当然很重要 但是真正更根本更重要的 更简单的是什么 日常生活嘛 原始点就是生活化的医学嘛 就是内外热源嘛 运动心情嘛 休息嘛 就是这几项 好 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二 内置法 在内置法中 药食对身体的影响 有两种药素 药性与成分 此处药性仅指药食之 寒 凉 凭 平 温 热之特性 此两者皆可影响热能作用 与组织器官运作 但药性主要是 从因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以达到延缓衰老 自愈疾病 及增长寿命的目的 固属保健 成分主要是 从果处理体伤 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以达到快速解除异常 及疾病症状的目的 固属医疗 好 从这一段 内置法来看 内置法就是吃东西吃进去 吃进去 里面的东西一定有什么 药性还有成分在里面 所以它又会影响我们的热能 也会影响怎么样 我们组织器官的运作 一定都会 但药性影响我们的热能 也就是它的寒热 寒热这些 会对我们热能影响的比较巨大 那成分呢 影响我们组织器官的运作 比较大 它们两者是有所偏的 那从这里我们就看出来了 中医古代很明显的 有没有仪器 所以它不可能去抽取 然后去化验去分析 然后做成成分 所以它古代照理应该是重要性 所以你看中药 譬如当归 它温 甘苦温 那人参也是差不多是这样 那像无胃子 可能酸 它也是写温的 当然我们是写寒的 好 那你看它重不重是药性 油都有在谈药性 这是属于热性药 寒性药 那酱就是热性的嘛 人参就是温药 就已经可以分出来 好 这个是药性 药性可以改善体质 改善热能不足 但成分呢 成分是下去 它可以影响局部的主治器官运作 然后来达到解症的功效 中药有没有这样的药 大部分都没有 但我不敢说全部都没有 因为大黄就是一定的 刚刚大家在谈大黄 从坏死到好 有没有 那我那个大黄可有余 但我指的不是那一只狗 我指的是中药的大黄 大黄你每次吃 绝对让你拉的不停 理事不先 因为它急喊 然后又有向下的力量 只要吃进去一定会拉 所以有些人就拿来治疗什么便利 大黄盲消就是在治疗这个 你说它都是药性好像也不进来 含的有些吃了就不会拉 正常人吃了大黄也会拉 所以它里面的一些成分 正强烈 就是可以足以达到这样 所以我说中药是不是全然 都谈药性 应该还有成分 但那个不多 因为古代就没有仪器 你怎么会发展出成分来 了解吗 直到后来的锡借助科学仪器 它就开始怎么样 萃取里面的成分 然后来 催念之后来达到变成一个锡药 它要治疗的目的 比如你安眠药 就是啦 你睡不着 我就给你吃几个安眠 让你镇定一下 那你就好好睡 那哪里痛 我就让你吃下去 神经阻断也要 或是改变你组织器官均作也要 达到你解痛的目的 它可以达到 比如说你尿不出来 吃了它的药腻尿劲 你就真的可以尿不出来 它可以改变局部的这些运作 来达到它要解症的功效 那很明显 成分是真的是在治病 它可以因为经过这样研发 然后来达到我这个药下去 可以改变局部的某些 组织器官的运作 来达到解你的症 那药性有没有办法 药性是没办法 那进去就是吸收改善热能不足 那现在比较好就是这些药性可以直达 患素体相应 这是经过原始点的研发再提升的 那不然以前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简单的讲 比较快速的是成分还是药性 照理是药性 而不是成分 成分是比较快的 那所以西医是谈成分 如果我严格来区分啊 中医或原始点 是谈什么 要求 那两个是 又是一个结纳不同的什么 不同的思维啊 你怎么整的 我刚刚讲的这是根本的差异 这一条也是根本的差异 内治法的根本差异 这是更细的根本差异 那从一开始都不一样 到这里更不一样 你怎么谈 结合那一天就开始吵了 了解吗 好 那这个应用在日常生活 因为它是内治法 那内治法就是吃啊管吃 那吃的营养学 所有的补药什么 都是在这里谈 那它的重要性 真的就是你日常生活都会碰到 那这些概念就深深影响着我们 好 我们进一步来看 它是怎么影响我们 来 看下一条 生活中常利用药食之成分 药性来调治疾病 及延缓衰老增长寿命 从医疗保健的角度深入分析 含良性新药可通过成分 从果处理体伤 以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快速解除异常及疾病症状 从而达到医疗的目的 但含良性食物却不能有效改善 组织器官运作及热能不足 所以它既非医疗也非保健 所以你看含良性的食物 它什么都没有 但西医虽然含良 但最其他的成分 它却可以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来达到解除异常 还有什么疾病症状 这个异常我解释给你听 比如说你高血压 你吃它的药 它有没有办法帮你改变 局部的组织器官运作 达到降压 有没有 有 确实有 你血糖高吃了马上可以降 所以它可以解决异常啊 那对肿瘤它有效吗 也有效啊 它化疗药啊 把你杀死啊 杀的是局部啊 杀到最后肿瘤也缩小了 有没有可能 有啊 那就是解决异常的指数 还有异常的形态 所以它能解决异常 我写的都是如此的啊 但也只有需要能达到 你一般食物哪里达的 达得到 杀异常形态 可能吗 不可能 了解吗 那可以改变组织器官运作吗 不可能 简单的讲就是这样 好 那所以寒凉性食物 既非医疗也非保健 那西医呢 只有医疗 而无怎么样 保健 内治法就是这样 好 我们继续看下来 举例来说 实际上流行的保健医疗之法 诸如碱性食物 未可改变酸性体质 生机饮食 未可保全营养成分 人造维生素 水果酵素 乃至包括疫苗在内的西药等 多属含量 且皆聚焦在成分而非药性 其中属医疗者 仅有除疫苗外的西药 疫苗及时下流行的保健医疗诸法 其成分既无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以达到快速解除异常 即疾病症状之功 其药性亦无改善热能不足 以达到延缓衰老 自愈疾病及增长寿命之效 不仅称不上是医疗 也算不得是保健 更何况含量性药室会耗损热能 减弱体力 若当医疗或保健长期服用 反乘伤身治病之源而得不偿失 这一段非常重要 也就是我举例的 像酸碱平衡 酸碱平衡你们通过 知道了吧 真的是保健还是医疗 他的目的是谈成分还是谈药性 谈成分 那谈成分就绝对不是保健 了解吧 那如果他是谈成分 只能说是他根本就是酸碱平衡 就是医疗 医疗的一部分 但是现在是医疗政策是新医来制定的 他是不准人家 跟他分食这一块饼的 所以你谈酸碱平衡 你只要说致病 我马上就起地理 所以人家吓到最后就 即便谈成分也不敢说致病 只能说那我保健 养生了养生了 所以这样西医就不会起地理 但他事实上 他是在明明谈成分 怎么有保健的功效呢 而且酸碱平衡 很多是鼓励人家要多吃什么 碱性食物 碱性食物水果他也说都是碱性 那问题水果没有一样是温热性的 全部含量后面我们会讲到 了解吗 那还叫人家多喝什么 柠檬酸性的有没有 醋有没有 有 这个很显然 酸的东西是属什么 寒啊 那可以想见 他也没有寒热的概念 那很显然 他真的是西医传染 所以你们只要这样一听 这是西方的思维 绝非东方的思维 我这样讲你们了解 所以他寄非医疗 因为西医已经不准他做医疗了 因为他没有萃取 没有萃取就不可能影响 组织器官局部的运作 那他寄非医疗 那有没有保健的功效 也没有 他不是温热性 怎么会有保健功效 所以寄非医疗也被保健 好 我们进一步再来看 那生机饮食 很多生机饮食谈的是怎么样 就是叫你吃有机的 但不能煮太久 要生殖 为什么 你煮太久会怎么样 破坏里面的成分 对不对 所以他盘的是成分 还是盘药性 成分 这一点恰恰跟中医相反 我为什么是说相反 中医你看生地网 我们事物汤里面 有熟帝 穿穹 当归 还有一个什么 白桑 白桑 对 草白桑 哎呦 这里还有背的瓶子 我现在久了个旺啦 快旺啦 好 这四位要你看 那个熟帝 他其实是由生地制作的 那生地他是含凉的 凉血药 中医是说凉血药 那他要凉血变补血药 他必须要怎么样 经过泡制也就久增久散 才成为温乐性的药 那久增久再照西的理论 你经过这么煮这么久 里面怎么样 成分全部破坏掉啦 那所以你们这里是有问题的啊 这时候他们就讨价了 那中医又重视炮制 改变药性 这是中医的命脉精华 那你指到他的命脉精华 如果他再倒退一步 他就死无脏腑之地啦 真的中医就完全无立足之地啦 如果西医这个理论是成立的话 确实是影响 但很不幸的 西医确实跟中医开跑了 因为当我的患者去 我喝姜汤 然后叫他们不要乱跑 乱产访 医院是非的必要 不要随便去的地方 去要很慎重 那我的患者常常是怎样 听我说哎呀癌肿瘤啊 原始点也不错啊 就来找我看看啊 然后看看我他以为我有什么 见到我 我会给他什么特别的 其实我也没有 我就叫他怎么样 喝姜汤 温敷 我也没有其他给他 然后如果姜太辣 你就喝生汤 所以他觉得 显得哎呀张医师怎么讲 这么简单 那我怎么能相信呢 他还是觉得 这样我要去西医一下 然后就两边跑 然后去了西医西医就会说 你怎么这么久没来见我啊 你最近往哪里发哪去啊 我患者常常是老实的 他说没有我最近认识原始点哦 然后在哪里哪里 然后西医就会问哦 那去原始点做啥 因为他会叫我保养啊 啊怎么保养 他叫我喝姜汤生汤啊 西医怎么跟他讲 不能喝的啊 喝了肿瘤会鼓大的啊 你不知道啊 哇 患者一听 又跑回来了 哎呀张医师 这下子我真的糊涂了 你叫我喝人家又说不能喝 那我应该怎么办 唉 我就说 你 你是听他的还是听我的 他说我两边听 但我要了解 到底真的会不会 张医师你要告诉我 喝姜汤生汤会不会补到癌肿瘤 会不会 会的举手我看一下 不会的举手我看一下 哎呀 你看你们又 又开始吵架了 要不要知道答案 要 好 我的回答很简单 我绝不骗人的 我这个人你找我不找我 我都要讲真话 我认为原始点就是 这一个真可贵 如果都不讲 那我研发做什么 所以我直接就告诉他 会 西医讲对了 这一 这个立场我没变 他说好 这样 那我就不喝了啊 我说好啊 那你不喝 那医药怎么办 那西医跟我讲啊 不能补啊 要把癌肿留二十啊 所以不能吃补的啊 我说你决定要把它二十吗 我说是啊 我一直在乎 但是我有一个建议 我说要把它饿死什么 不容易啊 你最好怎么样 不要吃土 不要喝姜汤 不要喝生汤 也不要喝汤 也不要吃饭 也不要吃饭 那绝对什么 你只要吃什么 他绝对活 因为道理再简单不过 有没有一种药 像人治一种病的 没有啊 你说化疗药进去 他可以杀癌细胞 会不会杀好细胞 所以进去怎么样 通杀啊 对不对 你说 好 那个 中药 中药也有啊 姜汤人参汤 他进去 我也希望他补好细胞 不要补到癌细胞啊 但是他会听我的话吗 你不会啊 那进去就怎么样 好坏通谱啊 他是国外的啊 我们的将当是国外的 全部补 对不对 那会不会补到癌细胞 肯定会嘛 这个脑袋一想也知道 那所以西医讲对了吗 台真讲对了 那所以他说 好他要把他饿死 那饿死是谁的意见 就是西医出的主意了 那他真的想把他饿死 我说最后建议 好你有种就把他饿死 你不要吃什么都不要吃 我看谁先死 就是这一句话 那你谈药性也是一样 你动不动就说 那个药性破坏了 就没有什么功效 那如果药性保存了 你又说会补到癌肿瘤 那是什么意思 你做这样也不对 做那样也不对 你知道吗 嫁给人家是很辛苦的啊 这怎么整合呢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那简单的讲 生机饮食 有没有医疗的功效 没有 我们说只有西药有 那好 他有没有保健的功效 没有 成分能不能做保健 改善热能不足 没有 不可以 所以生机饮食 简单的讲 既非医疗也非保健 好其他就不说了 什么水果酵素 那这个都是癌痒 也不再多说了 那个也是弹成分 还有维他命ABCD 你们吃不吃 有人吃的解锁我看一下 哦 真的老实讲 那我问你 维他命ABCD是保健还是致病 好 你说是保健 那我就问你 维他命ABCD是成分还是药性 成分它怎么会保健呢 你们本身就想治病啊 简单讲眼睛不好 多吃维他命A 消化功能不好 多吃BG 对吧 什么 维他命本来就是成分的概念 简单讲 这个思维也是什么 西方传来 一听就知道了 那这个西方传来 他们是没有热能的概念 所以绝对谈不上保健 那又谈不上医疗 所以你吃的东西是 既非医疗也非保健 好 唯一一定要提的就是一件事 就是疫苗 疫苗很重大 每一年都会发生事情 对不对 但每一年好像很多人 就糊里糊涂的打了 不打疫苗会举手的 我们看一下 决定不打的哦 哦 还不错啊 还有人办的 好 我来分析一下 到底疫苗是医疗还是保健 打疫苗 啊 它是需要制作的吗 认为医疗的举手我看一下 认为是保健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不敢举手的请举手 简单讲你们都不同意 最后都不 他既因为既非医疗也被保健 我就先把答案给你 为什么是这样 如果你说他是医疗 西自己说的哦 我们打疫苗 你感冒不要打疫苗 了解吗 因为打疫苗是产生抗体 以后类似的流行性感冒 你遇到你产生抗体 以后的病就会比较轻 也不代表你以后不会生病哦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他的概念是怎么样 他自己说的不是自现有的病哦 是自未来的病哦 那自未来的病是保健 保健还是医疗 保健才自未病嘛 那是中医就已经讲得很清楚 所以他是他自己说的 他自己定义 这个就是保健 只是他又把他纳入为医疗 他自我矛盾 好那你既是保健 我们就承认你好了 但你 疫苗是寒的还是热 非常寒啊 有时候要打出来他们都忍动嘛 怕他坏掉再拿出来 然后抽紧直接打进去啊 哇那个比吃进去更寒啊 所以一打下去 为什么有些人就出事了 挂掉也有 瘫痪的也有 植物人的也有 我都听过 而且每年几乎都会发生 那到底出在哪里 那如果你去用告他 绝对告不已 为什么 他最后检查说 那颅内出血跟这个药 这个药不至于颅内出血 但他们没有热能的概念 你怎么跟他说也说不通 因为是热能影响到整个运作 才产生这些症状 我们第一档就有讲 热能会不会影响体伤 会嘛 那组织器官运作就失常了 失常就会产生症状了嘛 这个我们在看很清楚的 好 那现在来 很奇妙的就是 西竟然是一定政策 他既不能治未病 也不能治已病 但是就是叫人家打 他就是认为这样就是对 我讲得很白 残阳怎么可能治未病 所以真正能治未病的是谁呢 中医 简单一句话 中医的房地内经就讲得很清楚 正气足折血不可干 那正气什么叫正气 热能够了 正气就是指热能了 热能够了你就不会生病了 就这么一句话 那谁能改善热能 只有温热性啊 所以简单的讲 这一部分应该是中医最残效 也就是要打疫苗也要打中药才对 怎么可以打冰冰冷冷的西药 成分的药 那是说不通 整个理也说不通 实际情况下也是这样 但大家都迷惑了 我只能这样说 那我也无人为理 那这个时代发展到这样也是 真的是叹为观止 为什么 我查历代的医书啊 没有哪一个时代 把保健的东西 纳为医疗必须执行 这是从来 你们有没有见过说 你要上课 一定要喝一碗姜汤才能来上课 没有喝姜汤的不准 或要跑运动场一圈的 才来上有没有 没有啊 但是你不打疫苗 你是不能上课的 有没有 那这就对了 这个等于是 把一个错误 就简单讲根本是错误的 在原始点一看 现在那个医疗与保健一看 就知道答案了 所以它根本是一个错误的 疫苗本来就不对的 寒凉的就是寒凉的 没有什么话好说 所以我对这一个 完全不能妥协 那这个答没有什么意思 好 我已经讲的过百了 所以它疫苗 百没有一粒 只有害怪处 那真正能保健的 简单的讲 就是中养 所以古代的室物汤 补中益气汤 贵妇巴胃丸 还有食权大股好好吃 还不错 对生理还有效 了解吗 但是西方来得太快 我们反而把老祖宗的好东西怎么样 放在一旁 用维他命ABCD来期待你的 食权大股事物 它股中力气大股 就这样被期待掉了 可惜啊 然后我说的 最让我比较难过的就是 西医乙成分 他根本不了解 他们是在谈成分 然后他们知道他们在谈成分 但他们不知道中医 最重要的是药性 但中医自己知道 炮制就是要改变药性 才要炮制嘛 那中医失去了这个 等于就像一个人失去了灵魂一样 只剩躯壳而已啊 这个是这么严重啊 那真正能改变热能不足的保健的 是中药 绝对只有中药 你在西医找不到 西医会跟你讲 卡路里有多几颗 今天 然后维他命ABCD是什么 那你今天要吃多少的肉汁 吃到多少的 都才这些蛋白质摄取啊种种 但是他们忽略的一个最重要 这些东西到底是喊的还是热的 不管 中医谈 所以中医为什么 你只要看那些补药全部都是温热 所以这个 等于一个对的东西 竟然在这个时代上 反而被驱逐了 那中医现在 因为我对中医也有一点 开始有一点失望 因为他们经过西医的这样在 薰洗之后拿到医师牌照 出来我不知道他还是不是纯正的中医 这一点我有一点怀疑 为什么 我常常看上电视看 哇请中医的博士啊 专家来谈 然后他一开口就说 哎呀 你知道啊我们那个中药里面 含有维他命ABCD 哦 还是谈啊 哇 然后这个里面吼 含有多少的蛋白质啊 我一看 哎呀他是中医吗 我经纪明明就是写中医 然后某某专家博士营养学 我写了一大堆头写 我一看 然后看一看我终于认出来 原来他是中医没有说 但是是西医派来的间谍 他不知道他的根已经被刮掉了 他这种讲法完全是西化了 那真正的补也就没有了 所以成分与药性是截然的不一样 你们知道 所以真正能谈谱的 真正能谈保健的 只有中医 还有淹死点 淹死点叫你们喝姜汤 叫你们温敷 但你们真的喝了 你们去西医 他完全把你否定掉了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所以我都很怕我们患者乱跑 然后去就随便告诉我 我喝姜汤呢 我喝姜汤 回来他就开始紧张了 就又来找我 就是为什么 我也知道西医在想什么 因为他们谈的是怎么样 成分 所以你否定药性 他不知道我们酒煎的味 为什么要酒煎 酒煎就是让那个味道出来 然后药性跟温和 这个一定要酒煎的 他们不知道 所以你生精饮食 你吃这些生菜沙拉 其实它全部是含氧 那你正常能吃没关系 你就用多一点热能去消耗它 了解吗 那如果遇到重病的 你一吃马上就垮了 甚至马上很多症状就出来 我常常看到 那就是痰热的问题 诶 我看一下 哎哟 十步我已啊 又天黑了 好 我们今天喔 暂时谈到这里告一段落 因为这里让你们了解 医疗与保健的重要性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你谈养生 一定要谈保健 请订阅